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伙伴们一定会想到去年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面王一博的帅气舞姿 那叫玩得有多嗨啊 多喜爱舞蹈才能够将帅气的舞蹈在任何地方都能够随意展示 而还是在湖南卫视的618超频之夜 又有人在水里面跳任务了 效果怎么样呢 因为都将卫视争相在618期间展示实力 让这个日子不仅是网络购物用户的狂欢 更是追星小伙伴开心的时间 在618超频之夜 湖南卫视邀请到了刘雨宁 张天爱 王欧 王大陆 魏大勋 张翰 居进一 毛不易 黄晓明 黄子涛 吴亦凡 李荣浩 尚文杰 张继柯 李宇春等多位明星大腕 眼睛的小伙伴一定发现 这里面的一些明星也同样参加了6月16日播出的超级晚 在周星当中 最令广大网友们期待的就是 登奈女团了 因为毕竟这次的表演可是登奈成团之后的首秀 三次前还在抱怨 为什么超级晚邀请了172 Girls 邀请了乃万 但是没有邀请到登奈呢 现在我们才明白 原来他们是有选择的 登奈在这场晚会之上表演了两首歌曲 一首是《青春有你2》的主题曲 Yes OK 大家耳熟能详 场面火爆 也是特别能够带动现场的气氛的 尤其是小田姐余淑欣一开嗓 那叫一个田呢 但是到了第二首歌曲 烈的时候的心就一直悬在了半空当中 选歌很明显就是为了决赛夜翻车现场翻案 在《青春有你2》的成团之夜 余淑欣所在的一队就是表演的这首歌曲 但是余淑欣在当时的表现却是差强人意的 这也是后来被网友诟病的一点实力不详 决赛当天有些网友吐槽节目制作单位的修音师 有一些则递死选手的现场实力 可能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The Night在成团之后的首秀 依然选择了这首决赛的歌曲《练》 其实这个决定呢 也许并未达到The Night原先的计划吧 因为决赛当天肯定是唱的现场 而618的超拼之夜 未必就是现场演唱了 想要证明实力大可不必 另外这首歌当中加入到的细水环节 尽管这个创意是好的 此前王一博也在晚会上面有细水的表演 简直是酷的不能再酷了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细水 王一博的镜头那么唯美呢 首先谁是主角的问题 王一博那个舞蹈也是一群人在跳舞 但是问题是 王一博是主角 其余人都是配角 一个人为中心去演绎细水画面 还是非常酷的 毕竟所有的机位镜头 都在360度无死角进行跟拍 但是群体细水 显然就有一些话舌添足了 并没有表现出帅气和洒 反而整个队伍的动作缺乏整齐的设计感 有一些凌乱 所以群体看很乱 但是单独看许佳琪的踩水镜头 依然是非常帅气的 其次镜头该聚焦谁的颜值呢 德纳一共9个女孩 颜值都不低 气质是一个比一个酷 但是妆容也很浓 细水的舞姿也会很酷 但是妆容也花呀 在有限的时间内 镜头也不可能挨个儿姑娘都给到位 但是王爷博就不一样了 他本身就肤白貌美 不存在砖花被水淋湿后的纯素颜更加抗大 可惜这些唯美画面在直播的舞台上面 是无法被观众竞争加滤镜的 因此 The Night的首秀也遭到了广大网友吐槽 这种感觉也是对于The Night表演的整体感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style 但是缺少对魂 刘雨昕在权队当中的力量并不强 或者说没有承担起C位的意义 比如说有一个是大家跟着刘雨昕走向舞台的一旁 虽然刘雨昕表情很傻 反而有点傻气了 有一种杂乱无装的感觉 此前The Night出营业的直播的时候 有网友爆料 从The Night成团之后 大家也是各忙各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纪公司 所以相聚的时候就并不多了 第一次合体营业 网友却称直播了一个寂寞 因为相互之间感觉特别的陌生 回答问题的时候是略显尴尬的 还有一些细节 余初心会在别人回答问题的时候 转过身去补妆 真的很不专业 二一点就是 他们的成员之间的微信群名 就叫做The Night 觉得就是很不熟 也许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吧 虽然The Night首秀并没有预期的经验 相信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经过各场的磨合和练习 会带给大家更不一样的舞台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会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